这个孕妇真是太奇怪了 剑手中的玻璃球实在太诱人 便二话不说往嘴里塞 顺滑的口感让她十分满足 第二天上完厕所后 安妮立马戴上橡胶手套一通翻找 随后便小心翼翼地将玻璃球捧回房间 当成战利品一样摆放在梳妆台上 自那之后她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看上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 你可能会很好奇 安妮莫不是生了病 否则怎么会干出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身为售货员的安妮与富二代公子哥一见钟情 很快两人就坠入爱河并成了婚 幸运的是 公公婆婆并没有歧视自己的身份 而是将自己当成家人一样相处 安妮原以为这下便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 可渐渐地她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丈夫看似给了她诸多自由 但实际上她更像是被囚禁在别墅里的金丝雀 说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可是想在泳池边种花得先征求丈夫的意见 婆婆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闯进房间 告诉安妮可以试着将头发留长 因为她的儿子就喜欢那款 学会讨好丈夫的欢心是一个全职太太的必修课 于是安妮做好精致的晚餐 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等待丈夫归家 好不容易等到了两人独处的时间 安妮刚想和丈夫分享今天的所见所闻 没想到对方全然不在意只顾着玩手机 这一切都让安妮感觉这场婚姻简直无聊透了 可这天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看着丈夫欣喜若狂的模样 安妮心想未来的日子或许也是值得期待的 晚上丈夫便带着她去参加了家庭聚会 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不出所料所有人都很高兴 可在饭桌上 当安妮分享自己小时候的去世时 却被公共突然打断引申到另一个话题 好像安妮的存在在她眼里无关紧要 没有人在乎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被打断的安妮百无聊赖地看着桌上的误解 突然眼中的冰块开始转动起来 安妮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吃起了冰块 不小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瞬间吸引了全桌人的注意 这一刻她莫名觉得心里舒畅了 之后的日子安妮便安心在家待起了产 可这天不知怎跌 她突然对着盒子里亮晶晶的玻璃珠发起了呆 随后静止拿起它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瞬间快感席卷了全身 安妮突然觉得自己被重新唤醒了 心情好到就连丈夫都察觉到异常 此后的安妮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这天她在打扫卫生时 发现吸尘器被一颗小钉子卡住了 像是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推着她将钉子放入口中 还好尖锐的疼痛唤醒了她的理智 下一秒便将她重新吐了出来 可舌头已经被刺到流血了 等到她处理完后再回到客厅时 桌子上的钉子像是有了魔力 不停地暗示她将其吃下去 经过一阵短暂的刺痛之后 安妮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 这么多天以来 她第一次感受到自由支配身体的快感 不久后梳妆台上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 正当安妮沉浸在快感中无法自拔时 产检的日子到了 这个孕妇正在产检 孩子没见着 却在肚子里发现了一堆奇怪的东西 医生赶忙给她做了洗胃手术 将里面的区别针 小夹子 金属百件一一取出 没取出一样都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心想这玩意儿怎么能吃进肚子里 经医生诊断后发现 她患有意识症 不受控制地将小玩意儿吞进肚子里 得知真相后的丈夫十分生气 她一边将小物件全都收拾起来 一边大骂坐在床上的安妮是个神经病 从医院回家之后 所有人都对她关怀被指 公公为她介绍十分有名的心理医生 婆婆为她聘请了24小时看护的管家 严谨到上的洗手间都要全身排查一遍 生怕安妮会伤害肚子里的孩子 这些看则关心实则监视的操作 让安妮很是反感 更令人心寒的是 他们并不在意安妮 为什么会患上这种奇怪的症状 只希望她可以早日恢复正常 在这种极度压抑的氛围中生活 安妮越发压抑不住心中的渴望 她将一包螺丝钉藏在厕所里马桶后面 趁人不注意偷吃一点解解馋 一口下去感觉全身上下十分舒坦 与此同时心理医生的治疗也在同步进行 安妮信任眼前这个和善的医生 向她吐露了深藏在心中已久的秘密 原来她母亲年轻的时候遭人侵犯 因为是虔诚的信徒 事后只能选择将肚中的孩子生下 这个孩子也就是安妮 她声称继父人很好 带着她度过了一个幸福无比的童年 但安妮始终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时隔多年也还是会将生父的照片放进钱包里 将身埋已久的秘密说出来后 安妮感觉自己的状态好了很多 起码现在能够控制自己不将涂往嘴里塞 晚上她精心打扮出现在丈夫的生日宴会上 热情地招待着每一位往来的宾客 却在无意间得知 丈夫早就将她患有意识症的事情 当作与朋友们玩笑间的谈资 虽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但个人隐私被当成笑话一样传阅 还是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她和丈夫大吵了一架 却换来轻飘飘一句你不要无理取闹 随后便抛下她去应酬宾客 第二天 安妮无意间听到丈夫在和心理医生打电话 她深埋已久的秘密 就这样被传送到一个又一个人的耳朵里 安妮情绪彻底崩溃了 此时的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吞噬东西 可是翻遍全家只找到一根螺丝钉 她会选择将其吞下去吗 这个孕妇趁人不备 从抽屉里翻出一根螺丝钉 二话不说便将其放进嘴里 很快安妮便感觉到呼吸不畅 好在管家及时赶到 将其送到了医院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丈夫一家对安妮再次发病很不满 可她怀着孩子又不能拿她怎么样 于是公共便决定将安妮送进精神病院 那里的护士寸步不离定能护她周全 安妮苦苦哀求可是无济于事 公共给了她两个选择 要么乖乖听话签了字去医院代产 要么就和自家儿子离婚 在三权衡之下 安妮还是选择签下了协议 可在收拾完行李离家前 婆婆却让她摘下手上的婚戒 很显然这是不打算认回她这个媳妇 如梦初醒般的安妮当即便说 自己都回房间拿手机充电器 没想到管家却也跟了过来 原来安妮这些天的遭遇管家都看在眼里 她深知安妮如果被送进精神病院 再想出来可就难了 于是心软的她决定帮安妮逃跑 并贴心将一切都伪装得十分完美 等到丈夫发现异常的时候 安妮早就不知所踪了 她一路狂奔跑到马路边 搭乘过路人的车来到了一家宾馆门口 犹豫在三后 安妮还是选择蹲在花坛边 抓了两把土塞进口袋里 想把它当成今天的晚餐 安妮坐在床上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丈夫打去了电话 一开始丈夫的语气相当温柔 不停地祈求她赶紧回来 安妮尝试将心中的苦闷不解 全都说给丈夫听 没想到直到现在 丈夫还是不愿意好好听她把话说完 甚至最后还不耐烦地威胁她 挂断电话的安妮顿时感到心灰意冷 丈夫一家看中的只有肚子里的孩子 自己的感受与情绪在他们眼中根本不算什么 这段婚姻实在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退了房的安妮打算去投奔母亲 她小心翼翼向母亲提出借助的请求 不料却遭到冷漠的拒绝 走投无路的安妮想到 自己会沦落至此全都是因为 当年侵犯母亲的男人 此刻的安妮疯狂想知道生父的近况 一番打听之后来到了他家 却发现生父早就有了新的家庭 贤惠的妻子和乖巧的女儿深深刺痛了安妮 生父很担心安妮此次来 是想破坏自己安稳的生活 没想到安妮却只是眼眶红红地问了一句 听到这话的安妮终于释怀了 原来自己的存在从始至终都不是一种吃辱 几天后 安妮孤身找到了妇产科医生 吞下了几颗白色药片 亲手斩断了自己与这段婚姻最后的联系 重新选择做回她自己 其实看完全片会发现 表面上安妮嫁进豪门竟想荣华富贵 但实际上却一直生活在无形的控制中 所谓的意识癖 不过是安妮想要证明 这是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情 并且这也是她唯一可以控制的事情 好在最后安妮选择重新做回她自己 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人生新的篇章